Wordpress主题里的主题安装包和完整包有什么区别 是否带弹幕演示站 我以Avada主题为例 这是我购买的正版的Avada 在它的下载按钮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全文件带文档 另外一个是仅用于安装Wordpress 也就是纯粹的主题包 下载下来的两个文件在这 这是完整包285兆 这是主题包8.4兆 那么解开之后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主题包 这个主题包里面的文件和文件夹 直接放到主机的Wordpress根目录 下面的主题下面的目录里 那这个完整包都有什么呢 这个完整包里边有很多目录 第一个是说明文件 算是说明书 第二个是Avada主题 这里面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Avada.zip 是8.3兆 和下载的主题包文件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把它解压看一下 这是纯粹的Wordpress主题 这个文件是子主题 如果需要子主题的同学 需要下载完整包 从这个文件里获得 这是Avada的子主题 看看还有什么 这是Layer Slider和Revolution Slider的文档 里面只有一个链接 还有语言包 包括主题 Fusion Builder编辑器 还有核心 还有一个白标插件 一个主题带三个插件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 Avada主题的中文语言很少 后台仍然会看到很多英文 具体翻译量 下个视频再和大家分享 好 这是语言的 下面这是Lessence 最后这个比较大的是PSD 占了237兆 我们看一下这个PSD都有什么 都是2013年2012年的文档 几乎用不到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Avada主题 只需要用它的主题包就可以了 那个8.3兆的主题包 下面再说一个问题 这个完整包和主题包 是否都带演示站 答案是都带 它俩的安装方法是一样的 可以在线安装demo演示站 也可以手动安装demo演示站 这个手动安装的demo演示站的 数据文件 要到Avada主题官网 并不是ThemeForest 要到Avada主题的官网 ThemeFusion.com 这个网站获取 需要购买过Lessence 也就是60美元的正版主题的用户 才可以正常下载 手动的弹幕演示安装包 好了 这个经验就分享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er 我们下次见